我們看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空間上一條直線 這一條直線是由兩個平面交集而成的 他現在說 將空間上的這一點 轉一圈的話 得到一個圓溪 把這個圓的話 投影在sy平面上 那所得的曲線方程式為何 這怎麼做 我們現在的話 這一條直線是貼在s等於0 s等於0就是y平面 y一曲線上的直線 這個是 y走跟近走的角平線 y等於0 現在這一點的話 是y座標2 製作標是1 這個是 021 那我現在 給他轉一圈以後 會得到一個圓 得到這個圓的話 他投影下來的話 會變成一個橢圓 那我們現在把橢圓 四個點點 把他找出來 這個的話 他的那個對稱 就是以這個軸 當對稱軸 得到那個點是多少 對稱點 還有那個焦點 就是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點在y等級 這條直線上面的垂足 就是他的正射影點 正射影點的話 你把他投影下來的話 事實上就是那個 橢圓的圓心 事實上這一點就是遠的圓心 遠的圓心 投影到那個sy平面 就是橢圓的圓心 好 那我現在 來找這個什麼 找這個 找這個 找這個圓心 這個圓心我們叫O 這個圓心是多少呢 我現在找那個對稱點 好 這條直線 他是y等級 好 那跟他垂直的 那一條直線 就是我在y平面上地方公司 這一條是y 減近等於0 那另外一條的話 他的法項量跟他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的話是y加進 那我令他 是等於k 那因為他通 那他通過哪一點 通過020 通過20 在y平面上是20 大概20 那21 大概21 2加1 2加1是等於3 也就是說 這一條直線 在y平面上的這一條直線 是多少呢 是y加進 等於多少 等於3 那我現在求他的焦點 這個焦點就是圓心 等於3 那我現在給他加起來 除以2 所以y坐標是多少呢 y坐標 是等於那個 2分之3 暗記坐標也是2分之3 因為這兩個數字一樣 2分之3 所以這一點 他的那個y坐標 都2分之3 2分之3 當然n坐標是0 所以這一點呢 他的時候呢 他是那個0 2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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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2分之1 2分之1 這個是2加y 2加y 那這樣的話 他的那個對稱點 就可以找出來 乘過來的話 是3分之3 3分之3 2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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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分之3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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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話,所以它投影過來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投影過來的話 因為我們想,我們說投影的話是太陽光照下來 照下來的時候的話 它這個 等於什麼呢? 等於什麼呢?等於這個是 一方向的分量就沒有了 只有XY方向的分量 現在的話 現在我們看看 它的這個 這兩個頂點的話 投影下來的話,變成多少呢? 這一點投影下來的話 變成010 010 Y座標是1 Y座標是1 那我把它畫在這裡好了 X走 現在我Y座標畫在這裡 投影下來的話 SY座標是 S是0 Y的話是1 1 1 在這裡 那這一點投影下來的話 Y座標是0 Y座標是2 2 2 0 4 0 2 4 0 2 3 2 1 0 把Lin等於Lin等於Lin 現在頭引來這裡是短軸 頭引過來的長軸是半徑 這樣頭引過來的話 這個方向的長度沒有變 這是一個圓的半徑 而且跟它是互相垂直的 互相垂直的話 這一點應該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長度距離多少 長度距離是等於 這一點跟這一點的距離 所以它跟R半徑是多少 這個減這個是二分之一 這個減這個的話 也是二分之一 這個減這個是二分之一 這個減這個是負二分之一 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這個等於到什麼 這個是等於四分之二 所以是跟它二分之一 跟它二分之一 跟它二分之一 這個B是等於多少 B是這個 這個剛剛我們想的是 0、二分之三 跟0 B的話多少 B是二分之一 就二分之三 這是頭引在Y A就在B面上 這個B的話是這一段 二分之三減一 二分之一 是二分之一 B是二分之一 A的話呢 是跟它二分之一 然後呢 它的中心點是0 二分之三 所以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妥言方程式 妥言方程式的話 就是多少呢 就是那個 這個外方向的話 方向的話呢 是那個短軸的 就是這個 二分之一的 不然我們先寫A好了 A的話 是 是X方向 A的話 就是根號二分之一 平方多少呢 X 減多少 減0 的平方 加多少呢 反方向的這個 半短軸 這是二分之一的平方 分之多少 分之Y 減多少 減二分之三 這個等一 這是桃園 好 那平方 那我們可以把它給這個 把它給化解 變成兩倍的X平方 加四倍的Y 減二分之三的平方 這等一 那四可以拿進去 就變成二 二 那這是三 這樣子 然後你把它給展開來的話 變成2X平方 再加四Y平方 再加四Y平方 減到四三十二 十二Y 再加九 九解一的話 是加八 等於零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那個 團方形式 試驗 成功 減四 幾三 兩 二 一 二 一 一